詹系也遭受搏擊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那個時候 我真正要入國小的時候 天天就在跑那個 那個戰爭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失血了 我就沒有在 沒有上血的機會 那個時候 我年紀還小 但是天天就好像 這個飛機來了 要來炸 這個空戰 還有這個跑 跑就空死了 這個飛機一來 好像大家都非常 包括老百姓 都好像 生在那個恐慌 那個生活當中 沒有心去工作 當時一切的 生活物品 都非常非常缺乏 到出家之後 可以說這個環境 生活的環境 都非常的 非常的平凡 1945年 日本簽署了投降書 戰爭 戰爭結束了 漸漸地高雄港 恢復了原有的平靜 但戰爭所帶來的 惶恐 卻深刻地 烙印在園中長老 小小的心靈中 戰爭 戰爭是帶來生命的無常 但人生不也是一場 求生存的戰役 最後不也是生老病死 什麼才是心靈停泊的港口 什麼才能超越這些 有沒有一個永恆的世界 大岡山上 遠遠可以看到高雄港01的大海 海濟納百川 易接納海港的出口 太陽穿透海上的雲層 向佛光穿透人們無名的心靈 六十多年前 這間超豐室 就是讓長老蒙起出家念頭的地方 等到光復了以後 民國三十八年 我那個時候已經十二歲了 在一個我可以 可能我是過去 歐西的家族 這個可能也有 我叫了善根 有一天 我們好像這個全家 就到了那個大岡山 超豐室 去慶祝觀音誕 觀音菩薩的誕禪 就是從那個那一處去 我見到那個道場的 我的姓像 看到那些的出家人 他們好像都是 非常的這個 這個脫 這個好像一個 脫死了 把宿間法好像旁在一邊 那個時候我就 就起了一個 起了一個 歡喜心 就在佛祖福的面前 發怨 說我 是不是將來有一天 我 能夠住在這個 清靜的道場 看到那些的出家人 好像我有一天的 是不是跟那個 出家人一樣 就是在 浮潛的這樣 起一個念頭 佛殿上 出家人的晚課誦經 深深召喚著園中長老出家的念頭 沒想到有栽教信仰的母親 不是捨不得孩子 而是怕她吃不了苦 不如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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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我就跟我的母親 我說我們那天到了 超豐樹去 我就耿耿在雨械裡面 我一直想 要去出家 過去不是說出家 只是去吃菜 以前的人 不是說出家 都是說要來菜單去吃菜 那個時候我的母親說 你還小嘛 你才十二歲 你去吃菜 敢吃到套餵 吃到套餵 還反熟 很難熟 後來 我跟我的母親說 我一定要去出家 去當和尚 好啦 她說 你 後來說 你的信心決定 決定 我也不阻擋你 但是你要好好 出家的具備組 要好好 把它出家圓滿 那個時候 她也講幾句 她說 一組出家 九成七組 能夠超生 以前都是這樣的講 那後來我的母親 就是這樣子給我講 我說 一直心的梗梗的 在我的心中裡面 我始終就不變 古德雲 勇猛心意發 長遠心難辭 因為母親 十二歲的園中長老 在超豐市出家後 堅持母親的教誨 勇往真理的路上 轉眼間 園中長老十二歲出家 已經是六十多年前的事 科技加速 人與人之間的疏離 大岡山山下 時速300公里的高鐵 快速地穿越千末兩前 然而大岡山山上超豐市 依然有寧靜的修行氣息 室內供奉的觀世音菩薩 依舊是人民心靈的寄託 詞文明 百余年历史的传承 自清朝年间 西元1905年 永定上人在这开创佛教大丛领之后 开召老和尚 开参老和尚 成仙起后 让超峰寺成为大冈山上的信仰中心 开参老和尚 三百年后的超峰寺一大早 佛寺的义工们洗好菜 简单的分工 无言的默契 前进的为大众切菜 这些义工为让上山的人们吃上一口灾饭 体会佛教爱护生命的饮食文化 几十年来 超峰寺坚持保留这个为信众煮灾饭的传统 阳光下晒着天然的乡村 是作为今天炒饭的香料 霹雳啪啦 用木材升起的火 这几口大灶 不知已烧过几万锅滚烫的热水 从几十年前保留到今天 这里的出家人 已经把出坡煮饭当作修行法门 来于今天十九天 煮起来饭好吃不吃 一回事 煮得更快 但是要煮 煮好你感觉饭很好吃 要一门工夫 是咯 你要专心啊 你若不专心啊 一不小心就炒火咯 是咯 烧毁了 对啊 要自己感觉 这张饭跟我们煮得更好吃 你自己烧毁了 自己烧毁了 我说我这次那个饭煮错了 嗯 煮得更好吃 煮得更好吃 你学几次你就会知道了 煮灾饭 是超峰寺历来的传统 在没有义工的连带 这里是小沙米的修行道场 十二岁的园中长老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受到师长严格的训练 当时那个时候 常住的规矩 都非常严格 那些老前辈 对于这些的我的言行 都非常要求的很严格 所以我在那边 一直从十六岁 一直到十八岁 中午游客来到这里 享用一顿灾饭的背后 有修行的人 为大众种下的菩提种子 而由大众布施的柴火 让道场培养中国佛教 新传的火苗种 绵延不绝 民国四十年前后 中国因为共产党的 无神论主义 许多高僧来到台湾 其中白圣长老 将中国佛教的丛林制度 带进台湾 他是园中长老 第二位恩师 在石浦市首创山藏佛学院 有制度地培养台湾佛教神旅 我的师父 我的皈依师父 他说 哎呀 你连基本的教育都没有 现在台北 是不是白圣长老 那边的 已经办了个山藏学院 你是不是 到台北去 去读书啊 去念书 好啊 那个时候 我的师父 就这样慈悲 那个时候 他带我到台北 是不是来 亲近白圣长老 前后 将近有六年的时间 在台北市部署 就在山藏学院里面 前后将近有六年 接受我们白圣长老的 这个 给我的教导 照片中的园中长老 正值十八岁 从小没有上学的他 北京话 北京话本就不太理通 一个人 支撑北上 更显得沉默寡言 我的师父把我带到师父书来 说要念书 我也听不懂 他的话也听不懂 听不懂 他在讲课 我就打磕睡 他打磕睡 他说 那个小鬼啊 我在讲课 你再打磕睡 叫我站起来 那每天 我是这样子 听不懂 听不懂 心里很难过 天天就叫我站起来 后来我跟我们那个奸学 我们的静心长老说 我不要 不要念 我话也听不懂 我要回去藏住了 回到大冈山去 静心法书就跟他讲说 那个园中他说要回去 他白老又给静心法书想 哎呀 没关系啦 就是慢慢行 听不懂 慢慢听嘛 慢慢 在这里 听不懂 慢慢学 学点规矩也好啊 就是这样 我就住下来 但是 开始我就当他的侍者啊 因为当了侍者 反而更清零白圣长老的 言教与神教 更显现师父慈悲栽培的用心 白圣长老塑像 坐落在佛寺中间 石浦寺的大殿 静慕着专注一心的修行氛围 斑驳的佛寺大众 述说着数十年培养生女的痕迹 长老的神教不在口头上谈选说妙 总在日常生活中提取 当时刚出家 常住的 规矩什么不懂啊 规矩不懂 如果这个这个去用到常住的东西啊 还是这个破坏了这个常住的东西 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些老前辈 规矩很远啊 都是要去叫人去跪乡啊 还打香板啊 然后就给大众忏悔啊 求忏悔 因为那个以前的这个常住 什么是常住也听不懂 后来那个老前辈就解说 什么叫常住 永远都不能坏掉 也不能没有了 这个所以就常 永远常住在 常住里面不能坏了 你打坏一个东西 你自己要去赔啊 自己要去补上赔了 那没有钱没有钱 就发贵香打香板 那就求忏悔 他们这些老前辈 但是说不管他 他的言行 他自己都非常 非常的这个 自己也非常的严格 来调伏自己 祈求他们赶快 这些的过去这些的长老 又赶快发现再来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 胜根的比较浅薄 就根据的很浅 是这样子 在恩师白圣长老的调教下 园中长老离近世间喜气 而后 民国61年 为让家乡人来礼佛 开辟日月禅寺 之后在禅寺落成后 民国80年前后 传授了多次的三坛大戒 那个时候呢 为了培养我们这些 台湾的出家人 所以在民国80年前后 有四次的传授三坛大戒 那个时候从80年第一次 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传授的之冠 那个时候光出家了 有七百三十几位 比丘比丘你在那边 我请敬心长老 当德界和尚 那个时候 可以说台湾传授有史以来 最多的一个出家比丘比丘 包括在家人 包括在家的 欧众的 瘦五界菩萨界 活起来将近有一千 包括出家人 有一千六百多位 园中长老 虽身担中国佛教会 理事长之重任 仍旧坚持生活治理 不讲外人 心系佛教与社会 一指行囊 奔波海内外事物 一肩行脚 圆满生命的实现 法义群生 行仪修德 堪称佛教界之典范 也愿长老体健康太 福寿无疆 久驻世间 长转法轮 永违敏灯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力气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我们下期待